咱们今天的这个讲课正式开始 今天呢是进行一些这个立法的讲课 为什么要讲立法 因为我们学习的是这个意 这个意的古字呢 就是说上日下月 它就有日月相推而生变化之一 那我们这个意学本来就是研究这个时间空间的一个学问 所以说因为立法嘛 它本来就是记录时间的 所以说立法 研究立法对我们这个学习中意很重要 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初学者 有一些这个很模糊的概念 有一些这个医学知识很模糊的概念 那我在这里都给大家来一一进行科普 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基础概念 太阳立法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阳立 也叫做功立 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运动中期为基础而制定的立法 也是世界上通行的立法 每个回归平年大概是在365.24 其实每个回归年的时间长短并不平等 绕地球一圈呢就是平均下来大概是29.5天啊 29.5天绕地球一圈啊我们一般就叫做这个速望月 硕望月了硕指的是这个农历吃农历初一 旺呢指的是农历十五还有一个就是汇日啊指的是农历每月最后一天 而地球啊绕太阳的这个速度慢 阳历每年比阴历大概将近多11天啊 如果说长期以往啊 长期以往这个我们不加以调整的话 只需要经过17年啊阴阳历的这个日期啊就会发生季节的这个造治啊 比如说新年在寒冬里头过年这是正常了 那17年以后啊就在遥善夏天了啊过新年了 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这个天时啊与立法不合 持续错乱颠倒的这个怪现象 那众所都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 如果说天时与立法不合 那么你无法指导农民的农食 那么种粮食日期啊就会发生问题啊 就很容易引发饥荒 那所以说为了解决阳历每年比阴历多大概11天的这种情况啊 我们的祖先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 这个发明出来了润月的方法 即通过滞润的方式啊避免立法于实际天象脱节啊 从而保证农历与阳历的啊同步性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啊中国啊是这个一直是一个阴阳历啊阴阳合历啊 也就是两个立法都在用啊阴阳合历的国家 所以说咱们这个就是说农历啊和阳历啊都都在同步使用 所以说需要来质润 其中啊有润月的月份啊有润月的年份呢 它就叫做润年无润月的年份呢它就叫做平年啊 就像我刚才刚才讲的如果说某一年出现了一个月份无中期的情况下 则此月份需要质润啊中期啊我们下面就会讲到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这个月份无中期那则此月份需要质 就是说再增加一个农历的润月 比如说啊2020年的这个阳历五月啊 阳历五月它是农历的四月 我给大家截图吧截图看一下万年历吧 我等一下啊2020年的这个 2020年的这个阳历啊它是五月 它其实上是农历的四月啊 阳历五月农历四月那阳历六月呢 它因为本月没有中期啊所以说它就叫做润四月 到阳历七月的时候才变为农历的五月啊 中期呢是指二十四节气啊 咱们马上就讲到啊 下面啊给大家讲解一下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啊在商朝的时候啊只有这个四个节气啊 到了周朝的时候啊它发展到八个节气 二十四节气啊这个名称啊首先啊最早啊出现在西汉的这个天文 淮南子天文逊天文逊一书 我们这个祖先呢把这个五天呢叫做一猴三猴为一气 也就称为节气全年分为七十二猴二十四节气 大家发一个图大家来看一下 哎这个图怎么发不上来啊 看这个 这十二猴那个发不上来 二十四节气啊是根据太阳在回归黄道上的位置制定 即把太阳周年活动轨迹啊 划分为二十四等分啊 每十五度啊为一等分 每一分啊为一个节气 始于立春终于大寒 其中啊每月的第一个节气啊就叫做节气啊 即立春 经浙 清明 立夏 盲仲 小鼠 立秋 白露 寒露 立冬大雪 和小寒等十二节气 那每个月的第二个节气呢就叫做中气 即雨水 春风 古雨 小满 夏至 大雪 处暑 秋风 霜降 小雪 冬至和大寒等十二个节气 节气和中气交替出现啊各历时十五天 至今啊人们已经把节气和中中气呢统称为节气了啊 我们现在一般说节气其实就包含了节气和中气啊 前面讲的这个至润月啊 即月中无中气的月份啊就是指的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中气啊都需要滋润 那我们现在整理一下这个时间单位啊一年呢他可以称为四个季度 他一个季度啊是九十天啊一季度啊代表六个节气啊一个节气代表三猴啊一猴代表五日啊这个是古人的一个这个记录时间的方法 包括我们现在呢啊用猴啊已经这个我怎么用了已经用星期来取代我们这个猴日了啊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学习这个古文化嘛这些还是在需要了解的下面讲一下甘之力甘之力啊这个对我们学习六摇极为重要啊甘之力是用六十甲子来代表时间的古老历史啊 即甘之既年甘之既年甘之既月甘之既日甘之既时啊四部分组成 我们平时占卜啊就需要结合这个甘之力啊 那二十四节气呢二十四节气于十二月见 它就是甘之力的这个基本内容啊基本内容 我们先讲一下十二月见啊代表北斗七星斗饼顶端的指向 于是一岁之中斗饼旋转而依次指为十二成 称为十二月见啊也叫做这个甘之既月 因为啊北斗七星啊所指为见 所以说他又叫做斗剑啊比如说斗饼指向引位就叫做剑引月 指向这个某位啊就叫做这个剑某月也就是我们六摇所谓的剑 我们六摇啊通称为月见啊 其实指是这个斗饼啊这个是斗北斗七星斗饼指向的这个顶端的指向的位置 当古人呢还处于这个观象寿石的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可以通过初婚时斗饼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了 斗饼东指天下皆春 斗饼南指天下皆下斗饼西指天下皆秋 斗饼北指天下皆东 实际上是指北半球而言 因为我们这个中国嘛地处北半球 是指北半球 十二月见呢是依据二十四节气而来的节气月 十二月见的划分是以节令为基准 如我们2021年2月3日立春 我给大家来发一下啊 这个 大家来发一下 稍等一下啊 如2021年2月3日 2021年的2月3日 我让你看一下啊 二十二日是农历年 2月12日是农历年对吧 那我们2020年的时候啊 2020年的甘肢是庚子年 对不对 那到了2021年2月3日立春的这个时候啊 他甘肢力啊 已经变成新丑年啊 耕饮院 那2月3日至2月12日出生的人啊 实际上他都属牛啊 他不是属 啊 他甘肢力已经变成这个 更一年了啊 虽然说还没有到这个农历年的时候 但是他实际上这个甘肢力就已经这个变了 因为甘肢力是根据24节气来变动啊 这个大家要知道啊 这个很多了这个 保抑学的这点都有点猛虑 那再比如我们今年啊 我们今年 今年过年的时间是2022年 2022年的这个 1月30日 31日 1月31日啊 那这一天啊 他其实 他这 因为这个二 这个这个 他二月 蜡月二十几 他实际上这一天就是除夕夜了啊 那2月1号呢 就是说春节了 但是甘肢力啊 他还是这个新丑年新丑月 他等到2月4日立春时 甘肢力才变为任以年任以月啊 也就是说呢 2月4日立春之前出生的都属牛 哪怕你已经过了农历年 明白吧 那过了2月4号立春以后 你才属虎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我们这个 甘肢力随着这个节气变化 我们平时啊 过年所说的这个农历三十呢 他其实指的就是农历年 我们可以把二十四节气啊 甘肢力啊 理解为阳历啊 理解为阳历 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但是我们理解为阳历就行了 总之 我们记着甘肢的月份 他的转换和二十四节气有关就可以了 甘肢力的年月日啊 他均由天象决定 那就像我们刚才说了 是吧 他因为斗饼 这个贝豆七星斗饼的指向 他无需 无需通过这个人为调整啊 他是完全符合天象规律的一步立法 可以说只要我们学习数数 他就必须要掌握 斗饼指向确定的二十四节气 其实斗转星移的这个原因呢 是地球绕太阳公转啊 并不是说斗饼真正的转 而是地球的这个绕着公转 但二者这个交结了时间 是基本我合了 虽然说古人的这个观点是错误了 但是古人通过这个记录时间的方法啊 还是很科学了啊 这个我们要知道啊 不要较真 不要较真 如果说呀 按照十二地支的这个顺序啊 我们知道这个子一仇二 引三某四 对吧 那么 农历的一月 也就是说正月 他应该是子月才对啊 那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引月为正月啊 那在这儿啊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的三种立法 也就是夏立 银立 周立 夏立呢 他实际上啊 就是这个 以剑影之月为一年岁首的立法 那银立呢 就是说以剑丑之月为一年的 为一年岁首的立法 即农历十二月 腊月啊 为岁首 那周立呢 周立是以农历十一月 是以剑子之月为一年的这个岁首 那我们周一挂摇词啊 他用的立法啊 他就是这个周立 那我们现在用的 因为是这个 用的是这个引月为一年岁首啊 为一年的岁首 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用的就是夏朝时期的 剑影月的岁首的立法啊 我们也叫做夏立 你要清楚啊 这个可能你不要听到这个立啊 一听什么立啊 就比较懵 因为这个夏立啊 就说起来 他只是以这个 以引月为岁首 我们记录这个就行了 记录这个就明白 其实很简单啊 很简单 我们来接着来说一下这个甘之祭日啊 现可考啊 对岛的甘之这个祭日啊 他出现在这个商朝 但是期间呢 他有间断啊 他有间断 那甲骨文嘛 他当时是有间断 从这个春秋 卢颖公三年 也就是说公元前720年 二月几四日 他直到今天啊 两千多年了啊 甘之祭日 他从未间断和错乱过 所以说这个甘之祭日 这是中国独有一个这个 立法 那后用 后面啊 讲一下这个甘之祭月啊 前面说了 古人是以这个斗饼所指的方位来确定的 来确定 但是那个时候呢 他只是说 只是说有这个低之月 他还没有加入这个天干 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这个甘之祭月 也没有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甘之祭月的方式 那现在呢 一般的学者认为啊 就西汉太初元年 以及公元前104年颁布的太初历 才开始有了这个甘之祭月 下面再讲一下这个甘之祭年 在甘之祭年以前呢 最通用的这个祭年方式啊 就是说岁星祭年 岁星呢 他也是指木星 咱们其实讲分野的时候啊 就提到过啊 此法起源至少在周朝周期啊 可能还要还要更早 岁星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木星 岁星运行的方向是由西向东绕日 这个运行 大约是12年运行一周 实际上是11年多啊 11年多 但是说这个岁星啊 他运行的轨道啊 和我们这个熟悉的12星辰啊 这个方向和顺序 他正好相反 使用上去很不方便 再加上呢 这个岁星实际上并不是说啊 运行一周就是12年 他有误差啊 随着这个时间的慢慢推移啊 他会与这个实际天象相相差越来越大 所以说古代的天文学家啊 便设想出来了一个 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的假岁星啊 称之为太岁 后来这种假想的这个岁星啊 就被神化了 而且成为这个众神之魁首 为百神之主 宗贵不可犯 其所在的方位 不亦信造 疑图 嫁娶 犯者逼凶 那咱们现在所谓的犯贷 这个败太岁 犯太岁等等 基于此有关啊 他这个创造呢 是为了方便计算立法 他并不是说有真正的这颗星 但是啊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过 其实只要是大家的这种心念 认为假想一种东西 那他就有一定的力量 他就有 我们都认为有这种东西 那他的力量就很强大 实际上他就没有所谓的这个 他只是一颗假想的 假想的这个 一个碎星 只是用来方便计算立法的 但是我们在实际 在占谱当中 他也确确实实很应验 他可能就与人们的心理观 就是很悬了 很悬了 所以说叫悬悬 那十二臣呢 十二臣也就是十二地支 是从东向西排列 从从东向西旋转 那么碎星啊 他是由西向东 假想太岁 与碎星的运行轨迹相反 与十二臣的这个运行方 这个方向相合 据史书记达 到了汉顺帝的时候啊 开始废服这个 碎星纪念法 正式使用这个 甘之纪念 也就是所谓的用甘之纪念 来甘之 太岁 纪念 以甲子纪念 实际上甘之纪念啊 可能还会 还要更早 只不过那个时候 甘之的名字 与现在的这个叫法 不一样 天甘的名字也不一样 地支的名字也不一样 那我们等到 讲六要化解的时候啊 我们到时候再说 这个高级班 我们先简单了解 你们如果说去查一下 这个有兴趣的啊 查一下这个 查一下资料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甲 甲的名字啊 对岛叫什么 地支尹的 地支尹的名字 到底叫什么 比如说这个地支尹啊 他来这个对岛 原名那就叫做这个 摄提德 地支丑 那就叫做吃弱奋 吃分弱 有兴趣的可以提前去了解了 下面讲一下甘之纪实 甘之纪实啊 这个起源啊 查阅了很多资料 确实是不可考 说法不一 也没有说在这个学界啊 有一个公认的说法 那在秦汉时期啊 我只知道啊 在我们只知道在这个秦 这个这说错了 在秦朝时期 从用过一天 十时制啊 一天十个小 就是十进度的这个时间 那西汉初期 废除了十时制以后 废除了十时制以后 曾经使用过十六时制 如夜半鸡鸣 陈时平淡 淡出骚食 时时 夜时 人对 等十六个时段 可见那个时候呢 还并没有这个 最起码在西汉初期啊 还没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甘之纪实 查阅了很多资料啊 我们姑且认定啊 姑且认定说这个汉武帝啊 太初元年 也就是说公元104年的时候 制定太初历啊 才开始把一日啊 分为十二时 那后世啊 有人说这个北宋 初啊 徐子平发明四柱算法 才发明十二时辰 实际上说法肯定是有误的 最迟啊 最迟最迟 在隋唐时期 就已经有了甘之纪实 最迟了 直到明末清初啊 那西方机械钟表传入中国以后 我国才改用24小时 计时法 但是十二时辰 这个方法计时呢 它是仍在这个使用 仍在使用 为什么费这么多功夫 给大家来讲这些立法 实际上与我们这个战谱啊 它是离不开关系的 不管是六摇也好 还是八字 齐门呢 六刃呢 梅花艺术啊 它先无法脱离甘之立法 我们从这个立法的渊源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这些术术啊 它是存在着一个演变的过程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 不管是大六刃也好 还是奇门顿甲也好 它用的都是这个甘之的这个 甘之的这个年夜日时 但是我们 从这个历史的文献可以看到啊 你最起码秦朝的时候 他还用这个十时制 你最起码我们奇门顿甲啊 六刃的样子啊 最起码不是我们现在见到这个样子 是不是 你到这个西汉初期啊 他还使用过十六时制 那也不是我们现在的样子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数数啊 他都是有一个演变过程 我们大家这个 这一点要知道 这个数数啊 会随着这个时间 它演变越来越成熟 我们知道啊 这个天干和地支啊 它不但代表了方位 也就是说空间 它还代表了时间 那么这个时空啊 时间与空间之内的这个事物 就可以用甘之符号来代表 来归类 同时又包含了这个分星 分野 所以说甘之啊 就有了这个各自涵盖的方位啊 时间的信息 而这种信息啊 又通过甘之符号来表现出来 从而我们就从这个预测 甘之继日 甘之继时 甘之继月 甘之继年的发展 也告诉我们 现在接触的这个数数方法 都是随着时间的发展 而慢慢完善起来 这数数发展 都有一个这个漫长的过程 古人的这个 用的方法 与金人大不相同 现今的这个方法来说呀 金人更完备 以方法来说 今天的人呢 这个方法肯定是更完备的 但是 今天人的这个思想高度 以及对事物观察的理解 是远远不如古人 如果说我们这个科学 我们现在指的这个自然科学进步了 但是我们对于人与大自然的 这个联系关系 那我们退化了不知道多少 退化了不知道多少 我们这一次讲的这个六窑啊 同样是这个道理 最早 金房先师 制作这个六窑的时候 他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用甘之力 结合挂项来占卜 这个忠义就说嘛 穷则变 变得通 通则酒 我们占卜也应当如此 尊主而不弥法 好的就吸取 糟糠他就去掉 去除 你这样一学才能 这个更完善 明白这样道理 我们才能 不至于迷人 迷信 理智学习 我们这个下面讲一下这个时辰 子时啊 古时候啊 是以这个 不能说古时候 如果说以甘之力的角度来说 他古时候因为也主要用甘之力嘛 他就是以子时 为新一天的开始 子时呢 我之前上一节讲过啊 为这个晚上23点到凌晨1点 那如今天啊 我们是2021年的12月20号啊 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是23点48分 今天是人瘾日 对不对 222220号是人瘾日 那时间如果说我们到了23点48分的时候 虽然说北京时间还是人瘾日 但实际上应该甘之 甘之忌日的话 他其实就是应该已经到了鬼某日的这个 人子时了 人子时了 古人总结了一套日上起时的方法啊 叫做无数顿元啊 简称无数顿 这个我也给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 虽然说我们这个六窑用的不多 但是数数呢 他都是相通的 你只要学的好 或者是你包括 你现在有一些这个要择日啊 你可能有一些也需要 也会这个六窑择日啊 这些东西你都要掌握啊 你可以前期不用掌握 其口诀为甲乙还甲甲 以耕炳作出 炳心从雾起 丁任耕子居 误鬼何处发 任子是正途 简单来说呢 就是说甲乙还加甲 是指 逢日干是甲或者己的日子 子时的时干 就从甲上起 即甲子时 即甲子时 以耕炳作出 逢日干是耳或耕的日子 子时的时干 从丙上起 丙子时 丙心从雾起 逢日干是丙或心的日子 子时的时干 从雾上起 雾主 也就是说雾主 丁任耕子居 逢日干是丁或者任的日子 子时的时干 从耕上起 也就是说耕子 误鬼 误鬼何处发 任子是正途 逢日干是误 或者鬼的日子 那子时的时干 从任上起 人子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 人引日 明天是鬼某时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口诀呢 就是说这个 鬼某时嘛 鬼某时是 任子是正途 那子时的这个时干呢 就是说这个人子 人子 下一个时辰是鬼 鬼丑 假隐 对不对 然后顺 顺下去往下 你不要犯 有一些 有一些人啊 他就犯些这个 常识性的错误 你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人引 比如说这个 人引日吧 对吧 他说这个 他说是这个 假子石 他实际 假子石 假子石 他根本是 排不 这一天是排不出来 假子石 这个我们要知道 还有一套呢 是这个 年上取悦法 叫做五虎顿 这个 这两套方法 我经常用 我择日的话 用这个方法 是比这个 我们常外年龄 要快 方便很多的 假乙之年 丙做手 年干是假 或者起 那么正月的天干 就从丙上起 即正月为丙隐月 那二月就为丁某月 以耕之碎 物做头 年干是以 或者耕 那么正月的天干 就从物上起 那第一 正月为物隐 物隐或者吉某 丙心 定是寻耕上 年干是丙或者心 那么正月的天干 就从这个耕上起 即耕引或者心某 丁任任味顺水流 年干是丁或者任 那么正月的天干 就从任上起 即任隐或者鬼某 若问物鬼和处去 假隐之上好寻求 年干是物或者鬼 那么正月的天干 从甲上起 以甲乙或者乙某 这两套方法呢 也就是说这个 年上起月 和这个日上起之 它是两套啊 不同的这个方法 我们一定要 区分开 区分开 我们学六遥可能 但是用不到 但是它也属于这个 一些时间 立法的这个知识和技巧 也就一并给大家来讲 下面我给大家来讲一下 这个真太阳石 也叫地方石 真太阳石啊 是以观测太阳啊 是圆面中心得到了时间 我们现在通用的北京时间 东八区实际上是指北京时间来自东京120度地方 也就是说距离北京以东约340公里处的地方时间 并不是说你在北京啊 你就是北京 你北京时间啊 就是你现在的真实时间 你比如说 我记得有一次谁啊 还和我抬杠 我也没有跟他这个说那么多 在北京啊 你也不是说你真正的真太阳石 北京时间是东八区 还要往东340公里 而古人计算时间呢 他主要是啊 他运用刻漏 漏刻和这个测量时间用的这个日轨 日轨呢 就是一种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工具 那他其实都是计算的是这个地方石 也就是真太阳石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都换算成这种地方石 地方石来进行这样子 因为北京时间嘛 因为我们在实际上来说 是有一些误差的啊 你比如说这个测印期 对不对 什么时候来电 你九点 九点零一来电啊 因为九点嘛 是四十 早上九点零一来电啊 你认为啊 就是四十 你这是北京时间 你不是说这个真太阳时间 那我们占卜 实际上 实际上我们占卜就是搞了这个 你要因为我们占卜与立法这个结合嘛 都是这个实际的天象 所以说啊 应该是换算成地方石啊 我觉得是更科学 我在占卜的时候 这个也发现啊 换算这个地方石更科学 另外呢 这个我们说一下啊 这个现在的这个一小时啊 六十分钟啊 也是说近代西方研究成果的这个产物啊 包括我看到这个有一些人呢 在测这个时间用期上啊 就用这个什么啊 什么用卦某什么卦某克等等 其实他对这个东西他不是很着急 因为古时候啊 他一个时辰啊 他他最早的时候啊 他用过比如说用过九十六课啊 也用过这个一百课的时间 他都是随着这个立法的制定 而而不而这个 签定你有多少课啊 并不是所谓的你几课几分啊 你现在说了 你你都不懂立法 你用了那个就是断了 就很可笑啊 很可笑 这个九十六课啊 他直到这个后期啊 他才被这个九十六课是比较科学了 啊 他是这个到后期这个立法上 大多数都用这个一个时辰九十六课 今天呢 这个立法的这些东西 就基本上就讲完了 基本上讲完了 看看大家有什么疑问啊 我给大家来回答一下 这个录音呢 就可以关掉了 有没有这个听不懂呢 有没有听不懂呢 我把大家的麦可以看一下啊 有没有听不懂呢 没人说话 都能听懂啊 能听懂就行 你心里你要 我已经开 我已经开开了 我已经开开了 能听懂就行 我跟你说 你不会推是不会推 但是你自己要有一个概念 你知道吧 因为在这个圈子内啊 他很多了 他对这个东西 他是一点都不了解了 一点都不了解了 所以说他在这个 在说的时候 是有很多这个误区了 那我们这个本来就是研究一个时空的学问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有一个这个 正常的这个 正确的这个思路思维 还是 很正确的 信息量太 可以可以可以 信息量太大 脑都没反应过来 基本上啊 你要知道这个 基本上就两个重点 第一呢 就是说这个 你知道这个杨力是怎么回事 杨力 杨力是怎么回事 阴力是怎么回事 就行了 甘肢力和杨力 你给他都认为是杨力啊 就行了啊 甘肢力的换算 他是通过这个 二十四节气啊 后来这个变换了 他并不是说通过农力来 这个进行换算 我们一般这个过年 过的是农历年啊 但是说实际上过农历年 他并不是说等于这个 过完农历年了啊 你就是这个 甘肢力就换了 并不是 他甘肢力随着这个 二十四节气来换 你这个要知道就行了 这个是主要的 因为这个 这节课呢 讲的东西比较 你要说多吧 他也不多 但是说呢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 可能会比较复杂 其实我讲的这些很多东西 咱们上学的时候 这些地理都教过 都教过 只不过 可能大家那个时候 就没有好好学 可能那个时候就没有好好学 另外呢 就是说 他因为这个 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教甘肢力嘛 他现在就是教的是现代理法 但是我们 现在这个六一占卜的时候 是用了这个甘肢力 那所以说 这个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没有学过啊 对 这肯定是不教了 甘肢力也没有教了 确实这一节课是很关键 但是 几个重点你们了解 知道就行 包括这个地方石 知道这个地方石 对 对 谢谢大家